上次在加油站 看到你的第一眼 都没看人 模样还是那个模样 突然就长大了 门没关 我 我那个 这 着急回来看 看 看龟小阿姨啊 只有鱼不行 还要有菜 对 对 没菜去 好 您好 您找陆晨 你是 我是她同学 过去的同学 阿姨 您是 我是陆晨的妈妈 阿姨 您好 陆晨呢 她出去买菜了 一会儿就回来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 她去买菜了 那个 您先坐 我出去 等 不用不用 你坐着吧 你怎么不坐呀 你叫什么 龟小 龟路的龟 龟小的小 阿姨 我帮您 不用 不用 你是客人 你坐着吧 阿姨 您先忙 我出去打个电话 吵枉 哥 爸 您先忙 我去买菜了吗 我们说一个 佳菜了 这个衣服就会在买菜了吗 我会在买菜了吗 你这个飞菜了吗 这个 Allah 你家 tops 我搭我的菜了吗 你这个菜了吗 还算是你这种蛮菜了吗 不打扰您吧 我正盼着 有人能跟我聊天呢 算点儿 多大货 喝茶吗 不用了 谢谢 你跟陆晨是修车认识了 不是 我们是同学 中学同学 陆晨来了 摆那么多菜呀 家里请客呀这是 来一条大的 好 还有那个和虾 也给我称半斤 这两天哪 这个虾贵了 春节了吗不是 我进货也贵了 涨价了都 没办法呀 没事 您称吧 好嘞 再给我来一条 挑最好的 阿姨 嫂娃 换了床单备照就走了 这小子也不高兴看到我 你方便的话 跟他一起到家里来吃饭吧 还有那个孩子也一起来吧 你方便的话 等他回来我跟他说 等他回来我跟他说 走了啊 慢走 我跟他说 怎么出来了 刚刚你妈妈来了 我跟他有点不太高兴 我就怕我说错话呀 就出来坐会儿 是不是受气了 没 你妈人挺好的 她还叫我跟秦晓南 去你家吃饭呢 咱去吗 想去吗 买了这么多东西 不吃浪费了 进去吧 那如果不去的话 要不要跟他解释一下 我看他挺想让你回去的 没事 我回头和他说 没办法 我回头和他说 诚哥 里面有人在闹事 这摆不平啊 在这儿等着 别碰带的 上面的水是脏的 不干净 你在这儿等着 我进去看看 我看你怎么还买了两条大鱼啊 不是有一条小草鱼吗 陆叔叔说 怕你想吃大鱼 没有 你还有脾气啊 还会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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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我先不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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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拿着我 去我家 赶着我心得请就 这儿 这儿 大爷 你不提挂他 我还没那种呢 你看你 那个您能帮我们弄盆热水吗 这么贵 好 你先进去 我大水给你们送过去 好嘞 谢谢 麻烦您了 姑娘 你客气了 你陪我聊天太高兴 以后常来 他以后肯定常来 那我先走了 您忙 洗手 小姨子 海东 哎呀 我终于见到你了 我听望望山说你 听陆晨说你 我横竖就见不到你 什么时候来的 上午十点多了 陆晨藏着你不告诉我 他要告诉我 立马就过来了 等会儿啊 外边有几个小刺头 跟那儿惹事儿 我去看一下 我这水给你端上去吧 哎呀 好嘞 这个你帮我带着 好 来 晚上不走了 留来吃吧 不走 晚上住孟小山去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个鱼刚刚蹦出来了 我跟晓晨男 把它装进去弄脏了 走 送饭去 哎 怎么样了 车间的事儿 没事 我是干什么的 别紧张 忘了 去 做练习测去 如果我们不去的话 是不是得亲口跟你妈妈说一声 不用 我自己和她说 想怎么吃 这是什么鱼啊 鲑鱼 鲑鱼好贵啊 一条鱼能有多贵 怎么吃 送手鲑鱼 送手鲑鱼 还和小时候一样调嘴 也不嫌麻烦 杨哥 给我吃饭啊 开头哥 最近生意做得挺大啊 你别忘了我们啊 去去去 一边去 赶紧走啊 以后别犯活了啊 来头 帮我去买一包淀粉 好嘞 来 尝尝咸不咸 不咸 好鲜啊 好鲜啊 讨厌 你怎么弄的啊 一下子都弄开了 忧着点 别伤着 我有个表姐 她就是做特警的 她还专门练过 徒手披砖呢 你会吗徒手披砖 没练过 不擅长这款 不过我以前 带过一个队员 喜欢这个 竖着一批批一落 估计练队 能批个几十个吧 真好啊 真好 就等你了 东西我买回来了啊 酒和情绪 我也准备好了 就等你这菜了 让我好好哭去 回去做饭 嗯 我刚刚看见她们妈妈了 陆辰她妈能来啊 十有八九是那财务室 那表姐妈叫过来的 我听我妈说啊 陆辰三岁的时候 被她爸罚战训话 过年的时候 就因为陆辰说错了一句话 愣着在餐桌旁边 站了一晚上 陆辰她妈要去看陆辰 她表姐妈救不着 陆辰她爸了 之前有点重男轻女 一喝多了就打她姐 结果呢 陆辰就故意招惹她爸 救了她姐不少次 现在终于长大了 不容易啊 对了 你们俩准备和好了啊 没 普通朋友 好 普通朋友 嗯 你们俩好好的啊 你们俩好好的 我就圆吧 你俩给你送回来的 每个都喝点水 晚上看这个 放心吧 小姨子 上车了 然后改天再聚啊 归响 我海建峰 你还记得我吗 废话 不是 那什么前两年我在大连呢 他们还说同学聚会 我没见着呢 你还挺遗憾的 你 那什么 你 你俩光 不许再惦记归小孩啊 人家现在是你陈哥媳妇 你瞎说什么呢 哥 我 我见着老同学我激动我 别了 我跟你说啊 我这弟弟 从初一刚开学那天 就看着你媳妇 可不敢说啊 现在都有一张 龟晓的照片摆霜头上 从毕业摆到现在 我哥瞎说啊 龟晓 你跟诚哥挺好的 挺不容易 挺 好 谁没阿练过啊 是不是 要是陆旋不回来 也许你就有机会了 哎呀 哥 行 行 行 不说 不说 怎么喝这么多呀 龟晓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妹妹 啊 这是我妈 我们就先进去了 好 快 快回去 小子走一回 行吧 照片呢 给我看看 我哥咋喝多了 瞎说呢 我早就不摆 我现在拿着 我现在给你拿 等 等我啊 不用 是 来 给让我看 我自己都没这张照片 现在你帮我保存啊 没事 那我们就先走了 回去吧 那时候真小啊 他怎么有点照片呢 不知道啊 我记得这张照片 是老师照的 他可能找老师要的 他挺有心的 我一定会找老师 他能找老师 又如何的 我这张照片 是厮杀的 我这张照片 我 我这张照片 是厘米 我这张照片 是厘米 我这张照片 都是厉害的 是厉害的 还好 很可恁 我爱你 要不是你来齐宁 我也不会先再回来 生日去齐宁 就算我不丢车 我也会去找你的 两年前我就跟黄婷要了你电话 号码我到这儿都能备了 备一个我听听 现在忘了 近的我就忘了 谁先给我电话 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担心你住修车厂呢 人多厌杂呢 这么一看 路实人倒是挺懂事 真把你给送过来 你这和小时候谈恋爱 没太大气的 舍不得分开 多看一眼就跟他多转了 今天我爸妈不在家 就咱俩 估计 估计